不管是登山泡角还是海边玩沙 只要照片里头儿子相伴 妈妈总是笑得灿烂 看似母爱爆发 但照片中的刘姓保姆 却狠心将男童虐杀 等一下我到 你们就跟她说住新家了 对比告别事上情有悲痛不舍 刘姓保姆在面对检请调查时 却是面不改色声称 伤痕都是小孩子自己撞到 甚至她还和妹妹一起胡扯 各种凯凯受伤情境 从头到尾都不承认自己 有动手虐童 就有知情远景透露 姐妹俩演技实在很到位 都可以去领奖 只是姐妹俩恶行恶状 就连外傭也看不下去 将透露的影片交给检警 揭露虐童关键证据 并指称保姆很可怕 会打人 两人这才被捕 遭到羁押 不过询问过程中 刘姓保姆依旧不见回忆 表示别人的父母亲 都会好好巴结保姆 但这个小孩没有爸妈 所以一看到就想揍他 甚至直言要不是为了钱 根本不想照顾他 讽刺的是2016年 刘姓保姆还曾力挺 杀害儿童者的唯一死刑活动 没想到几年过去 自己反倒成了 心狠手辣的地狱保姆 我虐待他 甚至他死亡 也没有违反我的本意 所以我去攻击这些头部 的确是符合 刑法271条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是有可能处到死刑 无奇徒刑 保姆虐童 恐怖手段震惊社会 就有网友爆料 证明刘姓保姆 并非第一次虐童 只是家长及时带回 才逃过魔爪 对此而服联盟否认 表示对方没有任何前科 如今小小生命就此陨落 情有怀疑 凶手不止一人 指出凯开 遭绑手法专业 是否和刘姓保姆丈夫也有关 检警也将进一步追查 要将相关涉案人员 一一揪出 三十七文顾元松赖心意台北